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本港的最新消息 話說立法會前主席在早幾天接受HK01訪問的時候 公開地提到 中央和特區政府都應該是實事求是地去分析一下 為什麼在這段時間會有那麼多香港人離開呢 想不到的就是這一篇訪問又再一石擊起千層浪 招惹到很多建制派人士的批評甚至是攻擊 批評他的人當中包括有工聯會會長吳秋北 和專欄作家屈永賢 在講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吳秋北昨天在Facebook那條的貼文是怎麼說的 他就說 以曾育成主席的銳志 尤其是經歷過香港回歸 以致他和反對派的深厚情義 又怎會不了解到故中抵運 明知而顧問必有言外之音 曾育成已有所指的恐怕就是 最近一系列撥亂反正 使得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有所下滑 這個是嚴重的指責 名人不做暗示 請容我回應一下曾主席 只說這一段貼文 已經含意非常豐富 他先指出 曾育成和反對派的情義深厚 其實就是曲線質疑 到底曾育成 那個忠誠度是否足夠 因為他和那些反對派混在一起 有談有講 然後又說曾育成 是明知顧問 他一定了解到故中抵運 然後就吐了一句說話在他身上 就說他指香港人 對於一國兩制的信心有所下滑 實情這句說話就不是曾育成本人自己說的 是你自行詮釋他的說話 然後就握在他身上 吳秋北這個詮釋 顯然對於建制派人士來說 就是政治不正確 為什麼他會這樣說曾育成呢 是不是故意要令到他 不獲某些人的信任呢 他那條貼文最後一段就這樣說 有些人判斷錯誤 仍然以為英國是殖民時代的大英帝國 中國是一窮二白的落後國家 這個就是教育問題 但是曾主席曾經是教育界的高層人士 到底他是不知道 還是故作不知呢 這段簡直就是直線抽擊 就是諷刺曾育成好像戀嬰 當然這些指控 對一個潛在的行政長官候選人來說 就是非常嚴重 當然曾育成主席 他本人沒有表達過要參選的意願 但是似乎有很多人認為 曾育成可能是蠢蠢欲動 如果不是 建制陣營就不會有那麼多火頭指向他 除了工聯會會長吳秋北以外 專欄作家屈永賢 就是著名的梁粉 他又有份來接力 批判曾育成 他寫了一篇文章 叫做愛國者 還是愛權者 他就炮轟曾育成 說曾育成身上 他看到的就是 權力洗人腐化這六個字 曾經認為曾育成是建制其中一個最強的大腦 紅便滔滔 文彩風流 但是做了立法會主席以後就變了質 曾經嘗過指點江山之勢 毫令左右之威 忽然就變臉了 質都變賣 屈永賢還說 曾育成侯著特首高位之心 露人皆見 當然因為有這種野心 眼裡所有人 都成為了跟他一樣的奪位者 連批評他的人 都一定是奪位者派來的打手 屈永賢真是好東西 首先來講他真是姓屈的 就說曾育成是侯著行政長官的大位 問題就是 他就沒有表達過這個意願 現在無厘頭就整個人走去 叫做批評他 就好像是想將這個潛在威脅 消滅於萌芽狀態一樣 頭都未曾割出來 就馬上不斷打傻瓜地打下去 而且屈永賢還玩了一招 此地無銀三百兩 就說凡親批評他的人 都是奪位者派來的打手 其實這件事 先頭未有人敢想 但是他這樣說的時候 似乎就真是順理成章了 人家未曾作出這個批評的時候 他已經說了這個原因 你說他是不是 奪位者派來的打手 屈永賢 當然背後到底那個 奪位者 是誰 屈永賢 就是著名的良粉 到底他不斷出聲 批判曾育成的時候 是否意味著 梁振英是有意復出呢 這個就需要時間來去驗證了 不過屈永賢說這些說話就是不尋常了 其實從他 去批判林鄭月娥那一刻開始 就已經有人猜到 他是幫助一些人來做事了 正式他隔起條尾 別人都知道他想怎樣 其實新一屆的行政長官選舉 就會在明年年初舉行 距離新一屆的選舉 大概就有一年的時間 不過戰晚似乎現在就已經開始了 除了說 曾育成被指是有意 出選以外 民建聯裡面有些人認為 他們都應該派人出來試 根據信報余錦然的香港脈搏專欄所說 就說民建聯倡議的變革香港 在政圈就惹來了不少回響 但是 主席李維琼上個禮拜接受傳媒訪問的時候 就斬釘截鐵地表明 沒有計劃派人出選特首 儘管是這樣也好 據這個專欄了解 民建聯內部 確實是有很多的聲音 認為應該派遣成員 初試提升 各族行政長官 不過首選的心水 就不是李維琼 而是另有其人 據民建聯中人透露 李維琼出道之初 就已經是 預為黨內最有潛力 問頂特首的身性 但是現在的政治環境就變得不再一樣 這類作風溫和的建制漲才 似乎就不太擅長打特首選戰 綜合了多位具知力的民建聯人士意見 他們都認為 基於中央重申 愛國者治港的標準 民建聯的元老 兼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 比起李維琼更加適合 出任行政長官 有民建聯的骨幹更加宣稱 譚耀宗因為早前被美方制裁 在建制圈子裡加了不少分 他的愛國忠誠度 是無容置疑的 根據這個愛國者治港的標準 又的而且確 是愛國這個因素壓到一切 無論你的治港能力有多高 如果你的愛國成份不夠高 這樣也很難做到行政長官 所以他們認為 譚耀宗比起李維琼更加適合出選 如果是由譚耀宗做特首的話 就真是一山橫有一山低 譚耀宗對這個專欄說 民建聯裡面有這種想法就不奇怪 畢竟他是黨內最資深的政治人物 但是他就直言是無意出選行政長官 他說始終自己都一把年多了 那麼重要的崗位 都是留給其他有能者去擔當 譚耀宗就不選了 如果譚耀宗不選 李維琼又不是心水選擇 就是民建聯可能不派人 之前紫荊黨剛剛成立的時候 很多人都未曾搞清楚他的底腕 甚至乎有些建制中人 就以為他們會參選立法會或區議會 但是經過他們自己的解說以後 就發現得到 原來人家一是就不選 一選就是要選行政長官大位 但是到底是他那個黨主席李珊出來選 還是推舉另外一些港票人士出來選 暫時就未有定案 不過之前有很多風聲都在傳 就說李小嘉是有意參選的 如果李小嘉真的是參選的時候 我就相信紫荊黨多數都會全力支持李小嘉 因為他們的背景就是極為相似的 都是港票人士 在大陸出生後來了香港定居 在商界就有一定的成就 而且也是高學歷的人士 以及以港普通話為主 如果李小嘉真的是參選特首的話 我相信 他就很有可能會成為香港特區的 第一位港票特首 接下來肯定港票天下 我都說過很多次 但是有些人都不相信 港票就是會掌握了香港的名牌 掌握了香港很多的重要職位 現在已經在發生 過去也是在發生的 將來只會是 那個規模更加擴大 甚至乎可能去到 特首這個大位 都是由港票來 掌握都不出奇 因為事實上 這些港票人士 肯定會符合到 愛國者治港的愛國要求 這些人有很多甚至乎是根證苗紅的 由於他們的省籍絕大部分都不是廣東 而且他們的第一語言又不是廣東話 所以能夠取得上邊信任的機會 比起香港人是更加大的 在新一屆到底會不會真的由港票治港 很快就會揭曉 這次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